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谈 就是《以赴所书》的第四章 那我们还记得 之前我有跟大家说的 那如果你是看 我们这个尼托生牧师 他讲解有关于《以赴所书》的话 他用了三个字 来讲解有关于《以赴所书》 就是坐、行、站 就是呢 我们坐在上帝的地位 就是上帝给我们 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 行、坐、行、行 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与行为是怎么样 站着就是我们站在神的地位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有机会的 你可以去找这一本书 经典书来看 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好,我们一起来看 那我们看到《以赴所书》呢 总共有六章 那么呢 我就把更简单的方式 跟弟兄姐妹讲解 前三章呢 是讲到 刚才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身份 就是我们的座 基督徒的身份 然后呢 也有讲到真理和福音的奥秘 对吗 这个福音的奥秘呢 就是讲到呢 外邦人能够以犹太人 一起的合一 一起的领受救恩 这个就是呢 神给我们的福音的奥秘 然后最后的三章 也就是讲到这个行为 刚才我讲的做行 站 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基督徒的 这个行为跟地位 所以但是呢 我发现了 整本书 它贯穿了一个关节字 一个keyword 就是 keyword就是什么呢 合一 这是指教会的合一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章第十节就有讲 它说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所以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都是要我们朝向这个一 朝向这个一 第二章呢 它就说呢 将两下 合而为一 将两下 合而为一 有吗 所以大家看到呢 然后呢 第三章 就是说 同为后世 昨天我们有分享说呢 这个犹太人 跟这个外邦人呢 就是呢 能够的成为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尤其是外邦人呢 也能够成为 神的后裔 成为神的后世 become the descendant of God 所以到第四章呢 保罗又讲了 第四节说 身体只有一个 而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呢 这个身体是指什么呢 这个身体呢 就是指教会 就是指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有多少个 教会只有一个 对吗 教会只有一个 虽然我们看到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中派 有威力公会 长老会 清新会 八色会 圣公会 等等等 包括我们 我本身的教会 神教会等等 虽然在不同的中派 也有不同的语言 有原著名的 有国语的 有普通话的 有英语的 丹米尔文的 等等等的 这些语言的信徒 但是呢 我们这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以内的肢体 所以肢体可能可以会很多 但是呢 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什么呢 身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同一个主 一个信 一个喜 一个神 就是众人的物 超乎众人之上 欢呼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的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合一的基础 合一的基础 foundation 这是一个教会要建立起来 它的基础是什么 它的基础一定是要合一 那我们身为一个牧师 我们身为一个教会的 执事长老都好 我们要知道 我们把教会建立起来 教会的主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合一 合一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 应该有生活的表现 就是说 可能以前 你还没信主的时候 你跟这个人 关系不是很好 跟这个人关系 是不是很好 但是当你信主之后 你也不是说你马上 但是至少 你内心会说 好 我很想合一 我很想跟这个人 关系开始恢复 当然 整个恢复的过程 需要有时间 需要有神的灵 帮助你 慢慢的解决 不是说 信主一夜之间就改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不可能呢 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罪人都会倾向罪 都很不愿意 所以当然 你的生命当中 就会有挣扎 那当然你愿意的 降服给主 当然就更快 那如果你不愿 降服给主 当然你内心就 挣扎了 就挣战了 就是 你的肉体的示意 跟上帝给你的意念 就在那边挣战了 所以可见一个人 蒙召信主之后 除了他拥有那 荣美荣耀的身份之外 上帝说的 这个身份 必须以他的生活 有一个相称 有一个相称 他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他的生活 必须以他现在的地位 以身份 是怎么样呢 获对版的 就是获对版 比方我们买东西 我们一定要对版 对不对 我们买一双鞋 这个鞋子 是有花纹的 那么左边的鞋子 跟右边的鞋子 他一定要对版 你不能够 当然现在的人 很喜欢黑白配 但是呢 以正常来讲呢 基本上呢 一对都是一样的 那所谓的 就如第一节所说的 他们蒙召行事为人 是当以蒙召的恩相称 蒙召的恩相称 好 我们讲完前提了 然后我们就进入 所以保罗在上一章 有讲解有关于 福音的奥秘 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是讲到呢 这个外邦人呢 都能够信主呢 进入神的救恩 而呢 我们就形成了教会 所以教会 The church is the agent of Christ 这是教会呢 就是基督的代理人 所以保罗继续谈到 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在这一端第四章 一直的提到什么 The body of Christ The body of Christ 是指到呢 身体 而这个身体 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主之后 我们必须融入到神的身体 身体是指教会 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必须融入到教会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人说 哦 我信主了 我不一定要去教会了 我在家里面都可以成长了 当然你在家是可以成长 但是呢 你必须融入一个群体 就是融入一个地方教会 地方教会呢 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 The doctrine of local church is very very vital and important 那为什么 因为神设立地方教会 是帮助你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 在县城的弟兄姐妹 倘若你还没有加入一个地方教会 我鼓励你 你必须要加入一个地方教会 虽然你每天早晨都听晨曦干录 对你有帮助 但是呢 这只不过是给你一些的帮助而已 你还是要在一个地方教会成长 会要有一位牧者来牧养你 就是有一群的牧者来牧养你 让你很有亏力的一步一步的成长 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新意来的 每一个人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教会来成长 你不能说 我的教会就是在网路上等等 那么这个呢 是非常有缺乏的地方 好 那么呢 这个身体呢 就是指基督的身体 所以基督的身体 就是指教会嘛 所以也就是讲到 有关于信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是一个怎么的生活 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呢 他必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 我也知道在这个两年多的疫情当中 还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 很怕不敢回去 或者可能已经两年多没回教会了 也开始懒惰的 那么我们真的要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 把这个懒惰的这个个性拿走 你不能够一直懒惰 懒惰的两年下去 你的属灵生病啊 会真的呢 失气热忱 如果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 上帝会不会把你提上去 因为一个基督徒 必须在地方教会不但成长 你要参与服侍 你要跟人互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这个跟神的真理 补义的奥秘 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谈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 就是上帝所要建立的 一个教会的生活 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生活呢 他要过一个合意的教会生活 保罗就讲了第一节 我为主被求的欠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 以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的 缺续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什么呢 赫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 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心一喜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父众人之上 万父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是的弟兄姐妹 当然不同的谈会 有不同的牧师 有一些的牧师 他的恩赐比较明显 有些的教会的牧师 他的恩赐 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呢 牧师与牧师之间 我们都是人 我们只不过是 神使用的器皿 被神使用的仆人 把弟兄姐妹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所以 无论我们的恩赐有多强 我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呢 彼此的启示说 哎呀 你的教会的牧师很差 我们教会的牧师很棒 我们都不能够这样讲 因为 每一位牧师 被神呼召 都有神 神圣的工作 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不同的牧师来做比较 更重要的就是 只要我们的工作 就是把弟兄姐妹 带入神 给你生命的命定 而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整个命定的里面 就是神要把 不同不同的人 放在一起 合一起来 所以 要使教会 合一 不是牧师的责任而已 是你的责任 合一 是你的责任 所以第三节说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弟兄姐妹 这里有没有说 只有牧师才做 有吗 没有 第一节就说 你们蒙召 谁是蒙召啊 你就是那蒙召的 因为你信主 你就被耶稣召了 所以他这里说 行事为人 就当你蒙召的恩乡称 对不对 所以你信了主 你的生命 就要以神给你的护照 神给你的生活 是相称的 神给你的护照 你的地位 你要做的事情 是相称 而这里说 你要用和平 彼此联络 这个是你的 mandate This is the mandate of a Christian is to keep the unity in Christ 这是你要 保守 这个圣灵 合而为一 圣灵给的 弟兄姐妹 圣灵给的 你哪敢去破坏 圣灵给的工作吗 我们不敢 如果是我 我不敢破坏 圣灵所给的 合而为一的心 我要去保守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 保守的时候 不容易 可能你要合一 有一些人不跟你合一 那么这个过程 不容易 但是 无论如何 神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的责任 怎么样都好 我们要想办法 我们要努力的 去守住 这个合一 我们去守住 所以信徒本身 的责任 我们必备的条件 必备 应该有的 我们要有一个 良好合一的要素 如果一个人 信了主 说 我不要跟那个人合一 那么其实呢 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品格上 都要朝向合一 一个人要合一 有几个要素 就是 一个人不能够合一 很多时候是 他不迁徙 对不对 一个迁徙的人 他就会合一 对不对 一个人如果是 不温柔的人 他肯定不合一 他要跟人家吵 一个人不忍耐的人 他会合一吗 他也不会合一 一个宽容的人 会合一吗 宽容的人 肯定他会合一 以及和平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无论是 缺席温柔 忍耐 宽容 和平 这个都是朝向合一 要保守合一 一个很重要的 生命的行为 跟要素 也可以说是一个 在教会里面的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记得 缺席温柔 忍耐 宽容 和平 你要问你自己 你够缺席吗 你够温柔吗 就好像如果你是领袖 你看到你的 你的团员 你的敬拜团员 做错了一些事情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 你不是破口大骂他 哎 怎么你这样 你唱歌唱得这么烂 我看你下个礼拜 不要再上台唱歌了 可以吗 这个不对的 当你这样讲 你肯定你的团员说 主任啊 我下个星期 我不来教会了 他肯定会这样讲 对不对 那你就怎么样 你就破坏了神 给你们之间的合议 对不对 你可以说 弟兄或者姐妹 那可能今天 是不是你的状况 有点不太好啊 还是不需要人代替你啊 还是怎么样 让他能够的好下台 就不要一口的破骂他 那就不对了 有些东西 你要忍耐 可能那个时候 你讲他不太适合 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来告诉他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合一的教会生活 很多时候 教会 教会与教会之间的 弟兄姐妹 吵起来的 也是什么 不够忍耐 不够宽容 不够和平 好 我们继续看 那么建立教会的生活 既然我们新的主 有新的生活之后呢 我们主人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要建立教会 我们要把教会建立起来 怎么样建立起来 这里说我们各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给各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 他升到高天的时候 掳掠的丑敌 将各人的恩赐赏给人 然后后来弟兄姐妹 既说身上 岂不是先降下在地上吗 那降下的就是 衍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有什么呢 使徒有先知 有传备 有牧师 有教师 唯得要成全身徒 各经其治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整到我们众人 在正道上 怎么样 同归以义 这里有讲义的 同归以义 这是有恩赐 恩赐都是要把人合一在一起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那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大家合一的时候 我们才会专心的去 认识神的儿子 你想象 一个教会 如果朝来朝去 朝来朝去 他们会专心的成长吗 肯定不会专心成长的 肯定会破裂 难有什么成长 教会肯定不能够成长 因为教会就破裂了 第四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 飘聊飘气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有用爱心说成实话 凡是长进 连与严守基督 先生都靠他联络得赫斯 百节各安其字 各自 造作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变教身体怎么样 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个相当长的 一段经文 在这个九节 你弟兄姐妹 你有看到什么 请你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 我已经把答案放出来了 我看到这黑色的字 跟白色 这个红色的字 就是我们看到了 这里讲到建立 建立 建立 基督的身体 建立来干嘛 让他们成长 对不对 让他可以增长 而且这里说 然后个人 还讲个 individual 个人 各进其字 所以这个字 很明显是讲到 基督的身体 这是指 神的教会 一定要被建立起来 the trust of God need to be built 所以可见 一个人蒙招之后 除了你有一个 荣耀的身份 我是新主了 我有新生活的身份 我拿了一张护照 可以上天堂了 还没啊 弟兄姐妹 你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你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持的 合而为一的心 你要跟人 你要与人与人之间 要和睦 同时这个和睦 这个合一的 是把神的教会 建立起来 所以其中一个教会的生活 就是要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起来建立神的教会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建立教会 牧养教会 接力保守 合一为一的心 这个教会的使命 是谁的使命啊 是不是只有牧师啊 是不是只有传道人啊 是不是只有主长啊 不是啊 是每一位 只要你刚刚信主 刚刚受洗一个月 两天都好 你这个也就是你的责任 要把教会建立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把跟进新朋友的责任 全部推给主长 这个也是你的责任 你需要去关心人 你需要帮助人成长 所以很多时候 教会不成长的一个原因 就是呢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呢 百分之八十的信徒 都是会众 都是 不只是会众 是观众 百分之二十的弟兄姐妹 做百分之八十的教会的事工 所以你说 这些服饰的人会不会烧尽啊 肯定会burn up 对不对 服饰不到一下子 他就被烧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人要承担好多事工 又是组长 又是招待员 又是教会领经拜的 又要做木饶 要做根经 然后他自己还有工作 弟兄姐妹 你说 他一个人哪里支撑得了 那圣经讲什么 我们各进其次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各进其次 才能够把神的工作做好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 建立教会的生活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神把特别的恩赐 赐给每一个人 而这个恩赐是神招作 他认为这个人需要什么 神良给 这里说神良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基督的尸体被建立起来 就是跟信徒怎么样使用恩赐非常重要 有些人有恩赐 不只是一个 我相信都超过一个以上的 那么恩赐是从你来 保罗说恩赐是神给的 我们来看第七节这段经文 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召 都是照着基督所良给个人的恩赐 那英文呢 这个easy to read version 它非常简单 它说 Christ gave each one of us a special gift gift ok 那么 everyone received what he wanted to give them 那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说 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很特别 很特殊的恩赐 而这个特殊的 为什么特殊的恩赐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基督想要给他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你有你得到的恩赐 不是你想要的 是基督要给你 基督认为这个是要给你的 他就给你 所以你不能够说 哎呀 为什么我得不到这个恩赐 你可以可恶 但是决定前在于神 对不对 所以一个信主之后呢 上帝呢 基督肯定会给每一个人个恩赐 所以弟兄姐妹在线上的一百多位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的一百多位的基督姐妹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 所以这个良的意思是什么 良的意思就是 良的意思就是表示 耶稣基督以自己的智慧 按照个人的情况 按照你这个人的背景 按照你这个的喜好等等 你的本能等等 按照个人所需 然后所谓的良圣定做给你 你这个人很会讲话 你这个人很会交际 好 神就把一个这样的一个恩赐 招待的恩赐 款待的恩赐 给你 所以这样不同的恩赐给个人 但是 the ultimate purpose is what?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spiritual give 是什么呢? 就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建立 建造神的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神给你恩赐 不是要让你来花药 to boast yourself because I have this spiritual give you see oh, I'm cleverer than the other person no is to build the church 所以另外呢 这里也指导说呢 耶稣基督把这个恩赐给我们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肯�谦卑 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 祂有荣耀的身份 但是祂愿意谦卑 降世为人 道成肉身 把自己那荣耀的身体 荣耀的本人 荣耀的本人 然后呢 限制自己 limit himself 这是成为人 你知道吗? 我们人很有限 对不对? 耶稣基督是神 祂是全能 祂是呢 这个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有尊重的身份 但是祂愿意呢 道成肉身 受人的限制 而且呢 祂生了魔鬼 所以祂有资格 祂有资格把这个恩赐给每一个人 所以 弟兄姐妹 其实耶稣基督 其实不是要这么做 对不对? 祂导可以从天上把恩赐赐给你 但是祂不要 祂要给你看到 这个恩赐 也就是人可以得到的 就是说 耶稣说 我 我已经降世为人 我也可以应用这个恩赐 就 很多弟兄姐妹 不敢操练 为病人祷告 为什么? 因为讲 这个是耶稣 这个是使徒才可以做的 这个是牧师才可以做的 No 完全错误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是的 可能 你没有医病的恩赐 但是 你有医病的权柄 你有医病的功能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操练 神给这个权柄给我们 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祂都可以做得到 那么 你也是人 你当然可以做得到 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祂降世为人 然后祂的心情 祂跟我们人一样 祂会哭 祂会笑 祂会伤心 所以就是说 耶稣做得到 那么 你肯定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就是给我们看到 而且耶稣基督 不容易得到 拿到这个恩赐 祂拿到这个恩赐 祂给你 就是说 你们要去珍惜这个恩赐 对不对 好 第二呢 我们看到这里说 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 有牧师 有教师等等 因为时间严固 我不多读下去了 我们看到这里有五种 不同的恩赐的人 当然这里是指一些 这些都是一些的职份的恩赐 职份的恩赐 但是呢 恩赐不只是指这五种 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提出的目的 不是告诉恩赐只有这五种 他主要告诉你说 他主要告诉你说 这几个恩赐是最基本的恩赐 而他的焦点是讲建立教会 所以这基本的 这个几个 十分的恩赐 是要来建立教会 所以其实保罗要告诉我们说 你看有这么多的恩赐 每一个的恩赐有不同 使徒做使徒的 先知做先知 传福音的 牧师做牧师的 教师的工作 就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 意思说 每一个人你们都有恩赐 你们好好担任你们的恩赐 好好地发挥你们的功能 你们就能够建立 建立起来教会 不要去管别人 使徒你不要去管 先知做些什么 你就做好你的使徒 先知你就做好先知 你不要去管那个什么牧师 到底有没有做他的工作 牧师就好好做牧师 所以每一个人就管好 自己的岗位的话 发挥你的工作 而你所做到你的工作 就是要成全圣徒各经其字 成全的意思是什么 成全的意思就是告诉 我们不够完全 神要我们完全 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缺乏的地方 但是我们需要成全 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装备 每一个人需要 接受装备 然后你才可以各经其字 你才可以 当你受装备了 得以完全的 你才可以投入 你应该要投入的岗位 所谓就是 每一个人都要说 我要接受装备 跟我一起说好吗 我要接受装备 就是要来装备他人 我们再次说 我要接受装备 就是要来装备他人 让他人也能去装备他人 让他人也能去装备他人 然后他人再去装备他人 哇 这牧师怎么搞这样的 就是我受装备 我要接受装备 就是要去装备他人 让他人也能去装备他人 然后他人再去装备他人 其实这是什么意思 保罗要带出的一种 就是说神的施工 建立教会的这个的举动 是一个心火相传 代代不虚 继续传承的 下去的 所以教会的工作是这样的 继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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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装备的目的是 我要装备他人 那个他人也要去装备他人 他也就是装备 就是心火相传 代代不虚传承下去 教会就是这样的 恩赐就是这样 我有这个恩赐了 我会了 我服事 我服事之后 我就要训练人 就是说 你有这个恩赐打苦 你不要一生人一直在打苦 埋头苦干 每个组织就要打苦 你的工作是什么 你的工作要去叫其他人打苦 然后叫那个人 也要去叫别人 就是这样 就像保罗说 我把这个恩赐传给提摩太 我在装备提摩太 我要提摩太去 去装备他那个人 而让那个人也可以去装备别人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的工作就是这样继续传承 你不要以为说 我只是领唱 领唱 你领唱之后 你要训练其他人可以起来领唱 那这个才是你的成功 好 那么建立教会的身体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可以成长 从哪里看到他成长 就是他可以怎么呢 他不再做小孩子了 不再做小孩子的能力是什么 就是说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 他开始懂了分辨了 然后不再众人的轨迹 是因为他不再众人的轨迹 就是因为他成长了 他有知识了 他有经验了 他不容易受骗 然后不跟从一段学说 就是说他的灵命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懂得分辨什么是错误的道理 不真切的教导 他懂得分辨 所以当我们使用恩赐 这个恩赐是帮助我们能够去建立教会 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岗位 这是让接受装备的人可以得到完全 然后去做主的工 而且让他成长 让他的属灵生命成长 让他有分辨的能力 他不会再受异端学说的干扰 然后15到16节就说 这个人也可以在爱中建立教会 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建立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有爱的元素 就好像一辆汽车 他除了打油 他除了打汽油之外 Betro 汽油之外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引擎的 我们马来西亚人叫黑油 这个引擎的润化油 对不对 他不只是 所以我们服事 不只是要恩赐去服事 服事服事 我们也需要有个爱在当中应作 所以巴罗有说吗 罗没有爱 你是像什么呢 像这个罗 这个很想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有爱 所以巴罗说 恩赐的目的就是 让教会能够在基督的爱建立起来 然后唯有爱 才能够把教会建立的更健康 建立起来 你想象这个教会的人很有恩赐 很有恩赐 很有恩赐 但是你进到教会没有爱的 没有人关心你 没有人爱你 你有问题 没有人理睬你 这个教会好吗 即使这个教会很大件 很多人 好不好 不好 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对不对 所以因为有爱 这个生命有爱 所以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 他说 用爱心讲诚实话 对不对 这是信徒与信徒之间 他们在传达真理的时候 他需要有爱 需要有爱的去进行 而不是意味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不满的情绪等等 我要很快 要么讲不完 17节到32节 这里说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切施他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所以保罗就说 当你已经有新的生命了 所以你们也有恩赐了 你们也知道 服侍神要用爱了 那么你们的生活行为 是不是不要再像以前 这么样 对不对 你现在已经信主了吗 那么你的生命 就不要再像不信主的人 像外邦人一样了 这个就是保罗要讲的 意思是说 你们不要再活像没有 因为这里讲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像外邦人怎么样 从虚枉的心行事 意思是说 什么是虚枉的心 虚枉的心就是说 这个人活的没有神 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会考虑到神的感受 我们不会考虑到 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上帝要 就比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买房子 我们有没有祷告 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自己喜欢看得好 要买就买 但是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要买房子 我们会祷告说 上帝 你要我买这个房子吗 地点OK吗 是你要给我的吗 我们会祷告 对不对 我们会有方向 我们会活得有神的方向 对不对 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以神的生命是隔绝的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买房子 让孩子去到哪里读大学等等 我们都是以永恒的价值来考量 对不对 来考量 我们会考量说 我这个孩子去到这个城市读大学 有没有教会能可以跟进他 我们不只是说 让他去读一个名校 但是不理他的属灵生命 这个也是不对的 这个也就是很多父母失败的地方 这是你把孩子送去大学 但是你从来没有关心 他的大学有没有进入团期 他的城市的附近 有没有一个好的教会跟进他 你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而且你只是意味 可能买车给他 买这个给他 买这个给他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 他很需要有一群 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进他 让他可以属灵生命继续成长 他有很好的教育 但是他也没有很好的灵性 有用吗 没有用的 他需要有很好的灵性 以及加上好的教育 才能够成为中人的祝福 所以我鼓励先生的父母们 当你在为你孩子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属灵的事情为先 好 我们继续看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过一个 跟以前不一样的新生活 因为时间也够 那我就不读了 我这里就是说 第二十节我稍微读几节就好 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 学的真理 你们就要唾弃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意思是说 当你们已经得到神的祝福了 蒙造有神的恩典有恩赐了 你们的生活现在不要再过旧的生活了 不要好像冲了粮又穿回旧衣服 对不对 不要这样 保罗说不要这样 你们已经洗得干净了 所以要丢去 要穿上新的衣服了 怎么样穿上新的衣服 就是要效法基督 批上基督 就是要有基督的样式 所以二十五节就讲 有基督的样式的人会怎么样 就会拒绝谎言讲实话 一个人有基督的生命 有神的生命的人 会不会再讲谎话 可能他会讲谎话 但是他知道他不对 他会悔改 所以他会拒绝 他会拒绝 他会拒绝 不做 然后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他生气 他不会喊热到热闹 他会的情绪会控制的 他知道他这样乱发 脾气是不对的 他需要控制 Self control 二十八节 他不再偷了 他做什么事情 他会努力的去做 他不会贪 然后呢 他误会的话 他一句都不错 他说的就是招救人 让别人得到益处 然后呢 他在言语上就开始改变了 对不对 他不讲误会的话 而且这里说呢 他不叫神的灵担忧 就是说他在灵性上 他开始有敏类的 他开始敏类 他对圣灵有感受 He can feel the feeling of the Holy Spirit 然后一切苦毒啊 脑恨啊 愤怒啊 让脑啊 亏棒啊 一切恶毒等等 这些呢 都会除掉了 他都会不要再去洗 而且呢 最后他说 必要以恩慈相待存 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他的内心开始改变了 他的内心开始改变了 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他的内心 不是说他会马上改变 但是他至少 他慢 但是至少他有改变 他会慢慢地改 他会开始有嫉妒的心 神的心情开始 从他里面显露出来 他开始有神的怜悯 他开始做什么事情 他可能会很生气 看到别人 他会发脾气 但是呢 他开始觉得 他这样发脾气好像不对 他应该对人好一点 对不对 可能我们还会骂人 还会 发脾气 但是呢 你发脾气之后 过第二秒之后 你讲 我这样做好像不对 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的 然后你会开始再去 跟那个人说 对不起 刚才我真的控制不了 我向你发脾气 在此我向你道歉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效法基督去饶恕人的 所以当一个人接受的主 他就会成为一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当他有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他就有神的性情 他就能够活出神的行为 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出来 阿们 终于我讲完了 因为我希望能够在 简短的时间 其实这段经文 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必须把这个东西讲完 好 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